一些影片上傳上去 這可能是你在上這門課的時候 待會有空可以看一下 接下來我們要請各位回到剛剛的終端機 你把你的法屬移到下面 你剛剛開的終端機還會在 當你在這邊LS的時候 你會發現是空的 這時候我們就用一個編輯器 這個編輯器叫做vim vim加上你的檔名 就是說我要編輯那個檔案 如果那個檔案不存在 你等一下可以把它存在 我們現在編輯一個很簡單的程式叫hello 因為我們是JavaScript的檔案 我們這門課全部都用JavaScript 所以就加上點CS 那打這樣子進去之後 你就會發現一個很奇怪的編輯器 這個編輯器是命令列編輯器 那這個命令列編輯器呢 你會很不習慣 為什麼呢 因為你怎麼打鍵盤它都沒用 那這是有訣竅的 你要先按一個i i代表插入模式 當你按了i之後 這邊才會出現insert 這時候你才可以打字 ok 那我們可以 打concel.log hello 這時候呢 還在insert的模式喔 我們現在打完了 我們要離開 我們要離開按esc 沒事 就按esc 你就會回到原本的 還沒插入的模式 按shift兩頂 也就是這個兩頂 這個符號 好 它就會跳到下面去 這時候呢 你按w 打w 它會存檔 好 那這個稱為vim 那當你做完這個動作之後呢 其實你的層次已經存起來了 問題是它存在哪裡呢 存在這個資料角底下 我們再打兩點 打q 就可以離開 好 這時候呢 我們看一下 在ls 你會發現 下面已經有一個hello.js的檔案 這就是你剛剛編出來的檔案 那如果你的node已經安裝好了 你就可以打node node hello.js或者是hello都可以 剛剛的磁型結果 hello就出來 ok 好 那 請各位做到這一步 那你如果覺得vim真的超難用 你沒有辦法接送 ok 那沒有關係 如果真的你覺得很難用的話呢 現在 現在程式領域有兩個非常多人用的編輯器 一個就是vim 那個是屬於硬派的程式人所用的 硬派程式人就是這個 通常是寫系統程式啊 然後他只用命令列不用視窗的那種東西 的人 好 那 這個軟派程式人常用的編輯器 是這個 subline test ok 你進到這個subline裡面呢 就點這個os10 因為 蘋果電腦的隔絡系統叫os10 os10點完之後呢 你就選擇在finder裡面顯示一下 你會發現他下載了 喔 這裡還沒下載 他會下載一個這個 我剛剛已經下載一遍了 所以現在變下載第二遍 他會出現一個這樣的subline test 2.02的這個 這個.dng的檔案 那我現在只是多下載一遍 你可以在這邊直接把它打開 但是不是很建議 因為這樣子下次如果你不小心把它清掉 你就subline都不見了 所以呢 你可以在這邊用拷貝的方式 把它複製一次 把它複製一次 複製之後呢 到你的桌面 把它貼上 好 這樣子的話呢 你的subline就會放在桌面 以後 你只要點這一個subline test 點dmg檔 一開始點dmg檔 它會跑出兩個這個檔 那你點 點了之後你會發現 它跑出這個資料夾 你點這個subline test的圖示 它會問你說 你確定要打開嗎 就打開 這時候會出現一個這種 這種 這種 視窗 那 你的東西 你的東西 你剛剛的程式 剛剛的程式 剛剛的程式應該是在 在桌面上 比如說我們剛剛編了一個程式 叫hello.js 對不對 你可以把它直接拉過來 OK 這就是你的hello.js 而且它有顏色 那用這種寫法的話呢 就變成是 跟Windows裡面用 Nopay++很強 OK 那subline會比Nopay++更強一點 那你就可以改 改完之後再存 現在我把這個hello 改成hello你好 好 那請注意就是 你在切換你的輸入法的時候 如果你看到你的鍵盤的燈 是亮起來的 鍵盤上面有一個A字母的燈 是亮起來的 你沒辦法輸入中文 你要讓它點Caps Lock 點那個大小寫的那個鍵 Caps Lock 然後讓它按掉 這時候呢 你才能輸入中文 好 那我把它存一下 我把它存一下 等一下 這個要怎麼存 他會問 要Save 其實應該 不需要 這樣就可以存 但是 我現在想不出別的辦法 好 就這樣存吧 好 那這樣存起來之後 你回到你的 回到你的 這個 終端機 然後呢 一樣 Arnold 所以你會覺得 其實命令列反而比較方便 對不對 打錯了 好 Arnold你 有了 所以這樣 中文 英文 都可以 看你要選擇哪一種 編底器 由你自己決定 OK 好 好 謝謝 好 按摩 謝謝